你往哪儿去了 一直没告诉老公公司起死回生的事情 自从公司亏损后 他就回来照顾父母 这都已经五年了 当初是我追的他 也不知道他现在变心了没有 这是什么 这怎么能有一件烂衣服 太好了 这是个办法 正好可以穿得破破烂烂 回去试探一下他 您去哪儿了 也不知道 老婆在外边过得怎么样 现在 爸妈身体也恢复了 我在家里种着苹果 收入也稳定 等老婆回来了 就再也不让他走了 老婆 老婆 王子 老婆 你回来了 你这 你这 老婆 你衣服怎么扣子都扣错了 还穿得这么烂呀 怎么回事 老公 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就去贷款 我想让我们的公司起死回生 没想到 没想到 又赔了 后来 他们都去管我要债 我也没办法安心工作 所以 我就只能以捡垃圾为生 就这样慢慢的走回来了 老婆 这些年 真是辛苦你了 这本不是一个女人 应该承受的 那外边还欠多少钱啊 三十万 三十万 没事啊 老婆 没事没事 那个 只要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以后 咱们一家人团聚了 多辛苦几年 慢慢的就会还清的 啊 还有啊 以后呢 你就不要再出去了 待在家里边 我种苹果养你 老公 你对我太好了 有件事 我瞒着你了 什么事啊 其实我挣到钱了 我就是怕你不爱我了 所以 你 你挣到钱了 嗯 贷款是真的 我想让我们的公司生存下去 贷款回来 我就用心经营 然后咱们公司的成绩 就越来越好了 你看 说的好像真的一样 真的 这张卡里面 有一千万 是我这几年 做生意证的 你看看 是把我们家的房子 给翻新成小别墅 还是去城里买一套 你说了算 老婆 你可真行啊 哎 咱爸妈呢 哦 那个爸妈去姐姐家去了 走 我们去接他们回家 好好 好 咱这乡亲的还不来呢 这肚子疼死了 哎呦 哎呀 往往来 香香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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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迟到了 你你你谁呀 我 毛豆 你就是毛豆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你 我那啥 我我我我 迟到了 哎呦 不是 你这这这这就是你你的介绍方式啊 嗯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死 你 你说你这屁是不是就就就就特意留着等我来了才放的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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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这味儿啊比我刚才摔那大跟头还猛的 不是 我这不是昨天晚上吃东西吃坏肚子了吗 哎呦 吃坏肚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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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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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你吵着没啊 啊 爷爷爷小小子刚才差点就吐着了咋咋的你这是嫌弃我呀 不是 他他不是嫌弃不嫌弃的事 关键 你这是咋这个味 你你昨天晚上吃啥了呀 这是 是啊,那这这味不好吗?昨天晚上我吃辣子鸡,大牌鸡,麻辣鱼头,还喝了几瓶啤酒。 全脚一块去了。我跟你说,你以后吧,你出门的时候,你得揣个带子,或者是装个瓶子啥子。 到时候你想放屁了,装带子里,要不然装瓶子里,拿回家,拿回家,还能接着用。 直接插你嘴里,是吧? 插我嘴里干嘛? 就你刚才这一屁吧,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想起一首歌? 你还会唱歌呢? 那是。 那你唱给我听听呗。 唱给你听听啊? 嗯。 行。 有屁不放,别坏心脏。 没屁应急,锻炼身体。 没了? 不是,还有呢,还有两句。 还有两句是。 屁声一响,黄金万两。 你是不是又放了? 好像又放了俩。 你看咋俩,那个。 我放了。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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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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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了? 不行。 咋的? 上头了。 我昨天吃韭菜,韭菜上头啊。 哎呀,你这屁厉害啊。 那啥,你看。 咱们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是哈。 不过吧,你看这里环境这么好,咱们在外边老这么崩屁的话,是不太好啊。 嗯,是挺臭味相投的啊。 那,回。 那要我回家里。 回家。 走。 走。 啥味啊? 啥味啊? 这,韭菜味。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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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